活源里参见王爷 是你带队监视连亲王的吗 是 请王爷指教 盈国殿下 要我带连亲王进宫问话 你给我进去通报 回王爷 连亲王身体不适 今天不便建宫 让开 给我杀进去 王爷 不好了 山谱营官兵攻打王爷府来了 快 走后门去找十四爷 就是十四王爷带官兵 要捉闹王爷您呢 王爷 快拿个主意吧 十四爷带了多少人 起码有三百 我手下才几十个兄弟 撑不了多久啊 王爷 赶紧从后门跑吧 跑什么 跑得了何人 还跑得了妙 本王爷 是三不家之犬吗 王爷 这十四王爷是不是疯啊 对啊 他不是和王爷您是一起的吗 怎么 说翻脸就翻脸呢 走 看看去 十四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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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八哥见谅 十四弟 我问你 八哥是不是很失败 八哥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我情通手足 心意相通 共谋大势 八哥不知道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你竟然如此绝情 八哥 小弟一直在帮你 希望八哥能登上皇位 可现在 你根本没有胜算 你错就错在 不应该鼓动百官霸朝 那你 不该踩着八哥自己上 为什么不可 若是八哥踩着十四登上皇位的话 十四毫不犹豫 刚为人踢 那是现在八哥根本就没有机会 你愿不愿为十四带一次人踢 你让我怎么做 老十四 不管你是早有预谋 还是临时起义 八哥我认在 八哥 八哥 不八哥 请 张廷玉 微臣在 参加合议的大臣都到齐了吗 禀报监国殿下 微臣清点过全部到齐 好 那开始合议吧 监国殿下 微臣有本要奏 张大人请讲 微臣要参联亲王 皇上清真以前就已经有旨意 面其闭门思过 可是联亲王趁皇上在外 私自串通朝中大臣 妄图谋取摄政王 师叔大逆不道 林亲王 您有何话说 张大人 皇上亲征前 是让本王居家休养 并非闭门思过 如今 皇上生死未明 这正大光明点后面 也没有皇上秘密立储的秘址 本王建议为江山设计考虑 协助宝亲王处理朝政 此乃一片担心 何罪之有啊 廉亲王 事实胜于雄辩 本官犯不着跟你争辩 监国殿下 微臣建议 让廉亲王闭门思过 带皇上回京以后 再做定夺 来人啊 把廉亲王押回府中 闭门思过 由善扑营代替原来的侍卫 严加看管 皇帝 各位大臣 本王奉旨监国 有什么做得不当的地方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但是如果有人 借机生事图谋不轨的话 本王定不宽恕 微臣谨记在心 十四叔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在合议国事之前 本王想给各位大臣讲个故事 十四叔请讲 这个故事 就是大宋朝的一猫换太子 十四王爷 您说这个前朝传说故事 有什么用呢 张大人 你真的想知道本王的用意吗 那本王就告诉你吧 他 根本不是四哥的亲生儿子 而是陈哥老夫人 所生的陈家之子 是陈哥老夫人 是陈哥老夫人 同时生产 陈哥老夫人生下男婴 而雍秦王的侧父计 则生下了女婴 雍秦王为了讨好皇阿玛 正当太子 连夜悄悄把自己家的女婴 跟陈哥老的男婴互换 十四叔 你说的 这是真的吗 皇阿玛临终之前 交给本王一封密旨 钟大臣 跪下听旨 朕传位于皇四子印针 若其病故或因故不能处理朝政 由皇十四子应提 进任皇位 钦此 张大人 好好想想 何去何从 微臣拥戴十四王爷登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万岁万万万岁 十四叔 该言归正传了 董王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并非是调书的 卖弄历史 也不是哗众取权 而是 在我们大清朝里 也有这样的丑事 怪事奇事 而且更奇更怪更丑 我大清朝也有这等奇事 那十四叔秦甲我倒要听听 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丛命了 话说这京城里面 由两户大户人家 相铃而居 一家是 全盛 皇上凯旋 大军全盛 皇上凯旋 大军全盛 皇上凯旋 我皇阿玛现在何处 皇上带领八百铁骑 轻装返京 传指京城三平以上官员 到通州营驾 太好了 大军全盛 皇阿玛凯旋 是谁传回来的旨意 是跟随皇上亲征的 领事卫内大臣 监国殿下 皇上真的回京了 十四王爷 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 还想继续说下去吗 还说什么呀 赶紧去通州营驾 诸位大臣 咱们即刻启程 去往通州营驾 皇上口谕 廉亲王叫宗人府求进 寻亲郡王即刻返回锦陵 其他人到通州营驾 亲此 临旨 临旨 十四叔 辛苦你了 等到了通州 我会在皇阿玛面前 为你请功的 高公公 朕在清征期间 哪些官员表现异常 这些人 叫他们继续在通州营驾 迎接大军凯旋 朕晚点再去会会他们 其他的到通州营驾的官员 可以让他们回京了 这 还有传朕的口谕 皇后娘娘可以回宫了 这 庆域 庆域啊 这阵子辛苦你了 皇上 微臣不辛苦 微臣只是担心皇上的安危 朕 什么事 这是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的秘址 谁敢取下来 霸王爷逼宫 保亲王不得不顺应百官的要求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震惊 是 臣惊恐 皇上 怎么上面没有一个字 朕怎么可能拿秘址开玩笑呢 你看看 朕早知道有人会紧急声势 所以朕才会想出这么个反制手段 朕没想到朕还没有退位 已经有人把它拿出来了 皇上 当时情况紧急 八王爷一挡来势汹汹 微臣和保亲王是在无力阻打 微臣有负圣恩 朕不会怪你 但是你记住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帮朕保密 微臣明白 皇上驾到 臣妾叩见皇上 供应皇上御驾回宫 皇上 皇后不必多礼 朕有事要跟你说 谢皇上 你先下去吧 是 皇上说的可是弘历 弘历该上 朕决定把她交给宗人府处理 为何呀 皇上 上天有好生之德 朕也是无奈啊 皇上 皇上不在宫里的时候 臣妾叩见皇上